7月5日上午9点,赵小乔顺利生产女儿宝宝点点,生产时老公留亮佐全程陪护,母女平安。 据悉本来预产期是在7月20日,但昨晚8点左右就已经开始落红了,在医生的判断下决定提前生产,改为剖腹产。 在接受采访时,赵小乔经纪人也说,本来是准备自然生产的,如今生产提前还转为剖腹,变化得让人措手不及。 不仅如此,在备孕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,让赵小乔一度被称为最勇敢孕妇,此前她经历了一次人工受孕,两次试管失败,和一次胎庭停产。 孕期中光是免疫球蛋白就打了168瓶,肚皮一片黑青,生产前两周,她的肝指数也突然飙高破百,指数不正常。 这也一度让父亲俩十分担心,如此努力拼搏的劲头感动了许多人,幸好如今顺利生产也是最好的回报了。 比较远是女生,她都已经在哭了,你要直接牵,你要美眉啦,了解。